大家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庆 港股今天表现都不错的 从上22000点心理关口 而成交都算是增加了 不过这样慎防贪性不知书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的题目是 了卷之环推高只赚 没讲到题目之前 先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存日恒新指就收报22000点齐头 升了118点 成交有652亿的 较前为多 升市成交增就冲上22000点关口 都算是不错的 不过这样你看看恒新指数这幅图 你就会知道到 今天冲上去之后 有点了卷之环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全日最高见过22000118点 升到上去221之上之后 美市最后的一小时就开始有点回吐 回到刚刚22000点齐头收市 在持续升势之后 在顶部出现了一粒十字星 在高位出现这粒十字星 如果正式的名词来说 就叫做射击之星 这粒这样的陀螺 星体上高 明天如果再出现一个长生阴烛 就会变成这个黄昏之星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这样 不过你要做好一个防风的措施 慎防它了卷之环会回吐 技术上高 恒指升破了21600区 它早两天回下来的时候 其实本周123的时候 那些低位都是216区的 216就成为这个短线的重要支持位 建议推高指赚就放在216 你如果说分两级行不行都行 216是一级 212是一级 这两级指赚位 慎防它会回 如果它不回的话 你就继续持有 如果会回的话 如果跌穿216 策略要减持 那为什么怕呢 刚才除了这个技术因素 导致港股升上去之后 上高大粒升不好仰之外 担心它回吐之外 还有就是 其实最近升来升去 都是一些落后股 公用股 其实我们港股 一直都在陪美股升 就是别人的歌 别人风光 港股自己本身呢 今天成交才叫做大一点 去到650亿而已 早两天 星期一到星期三 连600亿都不到的 那根本就不算是叫做 很好的气氛 今天升的是什么呢 升中移动 哇 升到上去98元 升3.8%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移动这些呢 每次都是 动到这些这样的股 真是蓝灯笼啊 小心 联通呢 升幅3.4% 恒指第二大升幅股 继续移动之后 但是你看到这只股 其实是很落后的啊 根本是低位反弹的啊 最近升是升去 中电啊 不停的创新高 这只股呢 每次创新高 其实都是什么呢 是可以说是个大市 一个反弹期啊 就是大跌之后反弹期呢 那些钱呢 不够胆乱的买呢 就买中电这些了 所以这些股呢 就开始抽高 那领展 一样是啦 这些保守的股份呢 它就持续创新高 是反映什么呢 那些钱呢 就不够胆乱的去买 就是够胆买这些保守的股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港股其实本身呢 就不是自己好 只不过是赔美股升 啊 你看到标普500指数 又创新高呢 但是回来香港 其实气氛呢 都是薄弱的 那现在升到上来 22000关 在高位打粒十次升 大家要做好防风的准备 慎防了卷之环啊 所以大家最好推高 这个指赞位 那初步就216 如果你分两级呢 就216是一级 212是一级 如果跌穿来呢 就最好适量减次了 如果不跌穿的话 就让利润继续滚传向上升 好了 那今天分析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